我们来看一下102多选10这一题 这一题是关键就是一个内积 另外就是方程式的图形 解析几何在高中里面角色非常重要 解析几何就是一个微积分的基础 我们一开始在处理这一题 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你要先读懂这句话的意义 就是说现在Q1Q2两点 那PQ1跟PQ2内积小于0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通常看到这种不等式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从等于0去下手 PQ1跟PQ2内积为0 内积为0其实表示怎样 表示夹角是什么呢 也表示夹角是90度 所以我们就知道Q1PQ2 这个角会等于90度 那现在Q1跟Q2固定了 我们现在有两点固定 对这两点固定 但是另外一个Q要跟它夹90度 那表示怎样呢 这里要90度 那这边也可以90度 90度的有很多 其实这些90度的点 刚好就会构成是一个什么呢 就会构成是一个圆 Q1跟Q2的长度是2 所以它是一个半径为1的圆 所以这一题 其实它后续要找的就是怎样 就是说我要在平面坐标里面 去看它这几个图形 跟这个圆的关系 那我们再来想清楚 这里等于0是圆这个上面 那小于0呢 所以小于0的话就表示说 内积为负 内积为负就表示它其实是 是顿角 所以你今天角度要变为顿角 你就是怎样 你就要往里面一点点 你的点就是应该要跑到 P点要跑到这个里面 所以这题要做的就是 这几个图 会不会落在这里面 那所以第一个Y等于1 因为半径为1 Y等于1 当然没问题 Y等于2分之1 那第二个呢 Y等于S平方加1 Y等于S平方加1的话 它就是一个抛物线 对于这种东西呢 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先抓顶点 就是说 S等于0的时候Y等于1 但是你要抓到它的特征 它是一个抛物线 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我用George Bra 来画比较清楚一点点 这是一个圆 那第二个图 它就是一个这样 就是我们先抓到这顶点 那就是开口向上的一个抛物线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S平方加2Y平等于1 好 那我们现在一样 就是你先令X等于0 那我就得到什么 Y平等于2分之1 所以X等于0的时候 Y是根号1分之1 所以其实整个画起来 就会像在这个样子 Y等根号1分之1的时候 然后它是一个上下形的双曲线 这是第三个的一个图 那第四个的图呢 4S平加Y平等于1 这个是一个椭圆 平方加平方是椭圆 平方但是一号是一个双曲线 这是椭圆 所以3跟5都是双曲线 那第四个是椭圆 那椭圆的顶点呢 Y等于0的时候X等于2分之1 那X等于0的时候Y等于1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在这里面的一个椭圆 所以画起来大概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先从顶点去抓一下这个特性 那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Y等0的时候呢 X平方等2 所以表示说呢 X等于根号2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五个点 第五个它其实已经会跑出去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根号2跟负根号2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双曲线 所以我们就可以回答到这一题 所以这一题就是 3跟4实际上是有交汇的 因为第三个的图就是 第三个我们再画一次 第三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双曲线 就是大概是根号2跟负根号2的一个双曲线 双曲线 那第四个是一个椭圆 我们用这个粉红色 第四个是个椭圆 那其他的其实第五个就是交不到 第五个就变成是在这边的双曲线 第五个就是在这里的双曲线 所以要掌握到我们再回顾一下 掌握到这一题 它觉得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内积小0跟内积等0的转换 这是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图形 这是高中几何的重点 就是如何把代数跟几何图形做连结 对 对 对